- 看見了 - 嗯 - 不見了? - 不緊要 - 本当嗎? Hello 大家好 - 我是馬友 - 今天要做一個在我的頻道上,比較少做的一件事 - 就是要Review3C產品 - 大家可能看到我頻道經常分享美妝和Fashion有關的東西 其實我私底下是一個對三絲產品非常之有研究的人 今天我要講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興奮的產品 它就是來自於這間新公司叫做Nothing 新出的Nothing Year One Headphones 如果你想看這個review的話 在下面按了訂閱 好 現在我們就即將開始review這個 Nothing Year One 我這一陣子就收到不同的無線headphones 我今天就想review了這個 因為它除了在三絲界之外 在時尚界也有很多很多很多人說這個headphones 而且我已經用了這個headphones幾天了 所以我就想給大家一個全面的review 首先我覺得大家都會很care的 第一點就是價錢 我想說它的價錢是非常之間friendly 在年卡佛賣只是$799 當然它們第一個推出的產品 就不是標籤最高luxury的price range的headphones 就是想有最平民最平民的路線 先給大家一點背景 這個headphones的創辦人就是叫做 中文不太厲害了 但應該叫做飛魚 它是來自於oneplus的這間科技公司的X co-founder之一 那究竟為什麼它第一個推出的不是電話 不是什麼呢 我自己覺得因為無線headphones在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這個market真的很大 你身邊應該差不多沒有一個朋友是沒有無線headphones的 所以無線headphones的market一定是不會低於電話很多 還有我們首先看看包裝 這裡本身是密封了的 但是因為我已經開了利用了 所以我就拔了一張紙出來 展開了之後你看到這個銀色的盒子 再加上這個紅點 其實感覺很有一種Lieke的感覺 它給我的first impression 已經覺得有一種很highclass的感覺 它是盒中盒來的 打開了之後之後還有另外一個盒子 我們一起來開了 就是它了 首先我們說一下這個樣子 哇塞我這條頻道 可能在看很多的朋友都是喜歡漂亮的朋友 所以我才介紹 第一個它真的很漂亮 首先它是包括一個膠盒 打開了之後 雖然它的尺寸是偏大的這個盒子 但是它的設計是非常吸引的 你會看到譬如說這一邊是紅色點的 它的盒子上面同樣會有紅色的dots 讓你容易清楚哪個分是左邊的有的 左邊就會是白色點的 中間就會有一點去顯示它是否在充電的 它是用USB-C充電 還有一個按鈕是讓你去connect用的 我第一個想跟大家說的就是它的設計 它的設計跟很多耳機的不同之處是 它的外觀是用了一個透明的質料去做的 它有一個很大的難度就是 當你做一個透明的耳機的時候 它的配件是需要做到多整齊 才可以好看 它看上去又整齊 又看不到膠水印 不是透明就一定好看的 你透明透了進去的東西是什麼樣子都很重要的 而且你看到它的標誌很清晰 寫上NOTHING YEAR ONE 我覺得整個字體、整個設計都非常有型 它的後面你又會看到它的充電的兩顆點的位置 像電腦板一樣 我覺得整件事是很FUTURISTIC 很有型的 戴上去我覺得感覺也很漂亮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耳機很之處 很多朋友有時戴耳機都會很害怕 戴耳環的時候不是很好看的 耳朵好像有一大塊東西一樣 但我覺得這個耳機是無論你搭配任何類型的耳環 都可以很好看的 首先最重要的是它這個耳機的耳機是有的 而且它的耳機是有選擇輕微和重的 這個已經有很多耳機沒有的功能 另外它也有一個transparency mode 你戴耳機可以同一時間聽到外面的聲音一樣 很少這個價錢的耳機是有出自己的app 而這個耳機是有自己的app 這個app裡面有什麼模式呢 首先剛才有說到可以給大家調校那個 無論是Noise Cancelling Mode或者是剛才的transparency mode之外 它也有四款不同的EQ的選擇 給大家去調節 大家想聽那個音質的 電量又怎樣呢 如果你開了它這個Noise Cancelling的模式 官方就說可以用到4個小時的 Off了這個模式的話是可以用到5個半小時的 它的防水功能是去到IPX4的 那就是說如果你做運動有寒水 有一點點雨滴下來的時候 都是沒問題的 只要你不要扔到河那就可以了 Seriously 同時間它還有一個快充的功能 只要你測10分鐘就會有一個小時的使用量 另外它還有一個無線的充電功能 我自己家裡是沒有任何的無線充電器的 所以就用不到這個功能了 另外這個耳機最大的賣點來了 就是大家有沒有試過 經常都找不到自己的耳機不知去到哪裡 不知放在梳化底、圍桶底還是不知在哪裡 這個耳機是一個非常好的功能 就好像那些什麼FIMA iPhone、AirTag一樣 看著吧 不見了?不要緊 只要你打開APP 上面按這個三點 然後按這個 Find my earbud Play 它就會發出 很奇怪的聲音 等你去找到它了 Pick up它就沒有聲音了 是不是挺好 另外大家可能很想知道 究竟它的Noise Cancelling效果如何 其實說真的 我自己平時就是用Airport Pro的 我覺得它的Noise Cancelling沒有到Airport Pro那麼強 但是它也有它五分之四的強度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價錢來說 它算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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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高 同時間它有一個功能 在Airport Pro上面是找不到的 當你用這個耳機的時候 只要你把手指這樣輕輕推一下 你就可以把音量調下去 去上推 就可以令到它的Volume增加 這個功能我在大部分的無線耳機上都看不到 而且我覺得這個功能是非常方便的 因為聽歌的時候 尤其是我經常都會調教過大小聲的 有時候在街上非常吵 但你上了車之後 可能音量又太大 你又不想手伸進去Pocket 它會按小聲一點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手指這樣 馬上小聲做了 當然這個耳機也是有那些 按兩下去Play 按三下就是下一首歌 前一首歌的這些功能 但這些功能大部分的耳機都有 那就不需要多說了 整體來說 這個耳機給多少分呢 說真的 在這個價格來說 它真的算是非常非常高分 而且它也是非常時髦的 在這段時間我會繼續用這個耳機 因為它看上去真的幾一種Fashion的感覺 雖然它的Noise Cancelling 是跟Airport Pro相差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的樣子足夠 令我覺得 好吧我用它吧 它唯一一個我覺得 一般的一點點 它的盒子真的頗大 我的Airport Pro放了一架車 怎樣給呢 讓我想想一下 啊我知道 這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 所以是比這個初歲還要更大一點 但也很高分 所以你容不容你自己的選擇 但我知道很多地方都買完了 連卡佛都要預訂才買到 想用的你們就足以好運 好了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分享買東西有關的東西 也可以加入我的Telegram 下面一條連結 只要你加入Telegram 你們喜歡你買什麼 和購物有關的東西 都可以在群組裡分享 我都可以自己去偷師 記得加入我的Telegram 還有如果未加入我的YouTube頻道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的連結 加入我們這個愛馬氏同學會的大家庭 成為我們這個愛馬氏同學會的一份子 還有我接下來決定拍多些三私有關的影片 因為我決定將我內心的這一面 慢慢慢慢的 unfold 給大家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記得留言、讚、讚、訂閱 拜拜